小小一年級的學童在開學這天 上台向全校的師生自我介紹 緊張的話都說不清楚 相當可愛 兩個月的暑期結束 學生們收拾完心 回到早歲早起規律的作息 許多家長都希望學校 一定要幫學生做收心操 改掉暑期懶散的生活 特別是剛進入國小一年級的新生 更希望他們能夠趕快熟悉環境 不過在學校用心安排之下 在開學第一天 學生們都早已做好上課的準備 我們美和國小在暑假期間 會申請教育優先區的 五龍五四的團隊訓練 那再加上開學前 我們有針對一年級的小朋友 實施替代義的正義班的教學服務 所以暑假對我們小朋友的學習來講 並沒有任何的斷點 或者是有缺失的地方 所以開學對小朋友來講 其實就是學習的延續而已 我們並沒有針對開學對小朋友 來做收心操或者是其他的活動 因為小朋友馬上就可以進入正常的學習狀況 早上一來上班的時候就發現 教室裡面五六個小朋友都已經就定位了 乖乖的坐在椅子上等待老師 然後家長大部分的就是 送到教室人口之後就走了 然後老師又在觀察 家長走之後小朋友的反應 小朋友也是一樣很自然很安心的 看爸爸媽媽離開 並沒有那種很惶恐啊 很不安的眼神 開學第一天完成分配的整節工作之後 進到新的教室 在開學室中迎接新生 以閱讀起步走的活動 由校長贈送閱讀繪本 給小小一年級的學童 並且以摸彩的方式 讓小朋友在未來求學的過程當中 非常順利 到什麼? 聰明 平平安安 咦? 沖 沖的鞋子是什麼? 聰明 欸 聰明有禮 要沖 象徵聰明 摸乖乖 象徵可以好好的學習 不會愛吵鬧 那也有摸蘋果等等 象徵我們的學習的路途是平平安安的 那透過這樣的儀式 讓一年級的新生 可以馬上的融入我們學習環境 那其他年級我們也會透過各種宣導 包含是 紙醉花運動呢 就是我們要反毒 不可以沾染毒品 那再像反霸凌的宣導 以及像是狂選病等等等等 都利用今天的時間 那以這個宣導的活動 讓小朋友對學習跟學習之外 開始產生一種吸引跟警惕的作用 雖然度過了兩個月的開心暑假 不過在學校用心安排之下 開學這天 小朋友們回歸正常作息 迎接新的學習開始 東台新聞林婉珍 特馬里香才能報導 問一下這個蘋果肥怎麼樣 平平安安 好 再來 拜拜